好 林医事在今天一审宣判 判了七年四个月 尺度公权五年 其他人则是原本被求处的 现在通通是无罪了 刑期一公布不只是立委骂翻天 现在连网路上面也是骂声一片 嘲讽国民党的党政真的很好用 赶快申请国民党政吧 因为这一张比什么样的政兆都强 那面对今天一审宣判出无了 马总统选择在今天 是来跟中美洲的议会团 来做相见动作 只有安排接见 完全没有来谈案情 判中美洲议会团代表相见欢 马总统在林医事宣判这一天 没有外出行程 仅安排府内接见 不谈案情 现在台湾海峡已经成为一个 和平跟繁荣的大道 不谈爱将林医事 府方对判决结果一句尊重司法 不过一审结果七年四个月 却在网路上引起网友比赞 右手拿着国民党政上面写着 看清楚这是什么吗 没看仔细还有这一张 右上角注明着免死金牌 网友Kuso说林医事判决结果 就因为手上有这一张国民党政了 这是所有台湾人民对于司法 最失望的一个判决 也就代表说 今天因为他就是马银九的子弟兵 只要是归顺于我的都没有事 那我相信赖苏鲁现在在这个看守所里面 应该他是心里暗自欢喜 立委通平司法已死 网路上传言更多 有网友说判那么轻 赖苏鲁起诉最多就一年吧 还说赶快去申请国民党政 这张比什么政兆都强 更直言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已经让所有台湾的公道人心 已经崩溃 台湾民间都在流传一句话 一心断半 二心轻半 三心就吃低下没说 林医事案宣腾多时 结果却是轻轻放下 外界幸福吗 司法公信力只怕又被打了折扣 三天秀华 报道秀华 台北报道